《云游千年莫高》 讲述大美敦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敦煌研究院的讲解员赵轩 这一期开始我们就要从初唐进入圣唐时期 这个独特的时代被冠以圣之名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文化 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最辉煌的阶段 而相应的 在这个集圣的时代背景下开凿的莫高窟第217号洞窟 自诞生之初就被冠以时代的荣耀 这其中最为人所称到的当属山水和建筑 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进入洞窟 217窟开凿于圣唐神龙至景龙年间 为富斗行殿堂窟 整座洞窟的装饰图案极尽富丽堂皇 在枯顶早景中心 绘一朵八瓣莲花 成放射状分开 每一瓣中又有极复杂的构成 方景外 第一层为石榴卷草纹 第二层为团花纹 与中心莲花相呼应 第三层为鱼鳞纹 最外层是垂角纹 形成一个四方的滑盖形式 这个早景以青绿及土红为主色调 底色沉稳 纹样鲜利 结构景颜 早景中心的团花纹 也成了本窟图案的主要纹样 西壁 长口形佛刊 刊口的边饰 是团花纹样的变体 刊内的六个头光图案 则直接采用团花纹样 只是其中稍有变化 或用石绿做底 有的类似牡丹 有的类似莲花 或用石青做底 配合八瓣团花和莲蕾形式 土红与石青石绿等色巧妙搭配 创造出精致 华丽而变化丰富的纹饰 刊顶会金刚精变 这是敦煌最早的一部金刚精变 人物形象鲜艳如初 佛像北侧的比丘画像浓涂细染 使剔消不尽而又泛轻的头和脸部 产生一种厚重实在的肌肤感 它浓眉大眼 嘴唇微挤 仿佛正吐出一番充满疾风与诽谐的禅欲 佛堪满壁的两身菩萨像 神情宜人 和月安详 墨现勾勒 准确有力 略施微然 特别是两道绣眉 笔势飘逸 一挥而就 神韵天然 堪外北侧 会带画佛观的观世音菩萨 南侧会带宝评观的大世智菩萨 这两身菩萨珠宝阴落满身 透明沙精 绕腕垂于膝下 长裙富足 立于清廉之上 造型比例匀称 体态健美 面相风云 神情安详 微微俯视 好像在和观者相呼应 给人以善良 清净之感 现描技巧纯熟 重彩蝶晕 不适华丽 色彩厚重 人体虽已变色 仍显出圣唐艺术灿烂 精致的风格 紫窟北壁 汇窝 官武亮寿精变 是依据净土三经之一的 官武亮寿佛经 绘制而成的 所谓精变画 简单地说 就是将佛经中的文字内容 以绘画的形式 表现出来 自唐朝开始 精变画成为了 敦煌壁画的表现主体 画家把西方净土置于中央 卫生院十六关 呈凹字形布于净土的 左、下、右、三面 这是莫高窟现存的 官武亮寿精变中 最早使用这种构图形式的壁画 净土以阿弥陀佛为中心 四周朗语环绕 楼台耸立 空中天月悠扬 地下保持莲花 画面庄严华丽 气势恢雾 充分显示出 极乐世界祥和安乐 歌舞生平的景象 特别是画面中 观音菩萨下方 有几个正在嬉戏的童子 他们的天真烂漫 给肃穆庄严的净土世界 平添了人间的生气 为了表达净土世界的庄严美好 画工在壁画中 描绘了不同的建筑景象 中国建筑 以其鲜明而独特的风格样式 屹立于世界建筑之领 但由于多以木构为主 经过数千年来 自然和人为的破坏 唐代以前的建筑实物 几乎没有一寸 而从唐代 完整保存到今天的实体建筑 也非常少见 大都是单体建筑 不能完整展现 唐代建筑群的恢丰大气 所以北壁正中 西方净土世界里的建筑画 就显得非常重要 它让我们看到了 圣唐气势辉红的建筑群 整个建筑群 庄严华丽 气势非凡 楼阁中的人物 也显得生动活泼 在建筑群正中和左右端 各有一座楼阁 在它们之间 对称地安置了六座高台 有两座是砖台 四座是树楼式木台 台上都设有方亭 或歇山顶的小亭 整个祖群横向 连以通常的折廊 整体建筑正如 杜牧阿旁功夫中所说 五步一楼 十步一格 狼腰慢回 严牙高拙 各报地势 勾心斗角 画宫或许是觉得 楼阁之间的天际 略显单调 所以比风一转 几身快乐顽皮的小飞天 就绕住而行 从一个小窗口里飞进 穿逝而过 又从另一个窗口飞出 使庄严法会显得生机盎然 它们长夜的飘带 和婉转轻易的流云 所呈现的曲线美 与建筑的两方筑延方正的直线 事成对比 流动和凝重互映 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壁画中保存的大量建筑样式 对于古代建筑的研究工作 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不能亲眼看到 唐代建筑群实物的情况下 这些建筑画就是我们大饱眼福 一睹唐代建筑群的风采 这一期我们领略了唐人笔下的建筑之美 下一期我们将邀请大家 奉上217窟的青绿山水画 我们下期再见